台北市區一早雨下不停 上班族撐起雨傘 主要是受到台風塔巴外圍環流的影響 北部及東北部地區有短暫震雨 另外氣溫也跟著下降了 禮拜五 禮拜六這兩天 台風最接近的時候 在我們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會有很高的機會出現降雨 那其中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區 我們不排除有好雨發生的可能 塔巴台風未來的路徑朝向日本方面前進 對台灣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在外圍雲氣的作用之下 北部 東北部會有震雨 尤其是20號晚上到21號上午 有可能有好雨發生的機率 另外花東及南部地區也要注意 局部短暫震雨 中部山區5號會有零星的短暫震雨 溫度方面東北風加上降雨的關係 北部23到27度 中部及南部24到32度 東部24到30度 氣象局預估 這樣濕涼的天氣會持續到下週 那禮拜天台風逐漸遠離了之後 水氣上會逐漸的減少 只剩下東半部地區 可能會有一些短暫的震雨 那北部地區的話 則是山區還是會有一些短暫雨的狀況 平地的話 天氣則逐漸轉為到多雲到晴的天氣 那中南部的話 天氣上一直都不太受台風影響 一直都是多雲到晴 雖然週六晚間塔巴颱風遠離 但週日到下週四 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北部及東半部地區 仍然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民眾出門要記得攜帶雨距 以免臨場落堂擊 記者黃天鵝 王一眾 台北報導